你现在收听的是古泰一战第308集 今天古泰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对盘施的一些看法 以及下个礼拜的各国主力周月行情表 现在的时间是 2022年5月8号的上午11点55分 古泰今天睡得比较晚 可能是因为昨天 昨天古泰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在帮大家做15号的一个讲义 昨天做累了 晚上就来抽奖 晚上就来抽奖 所以今天可能因为这样 太累了 古泰今天起的就比较晚 今天是母亲节 等一下中午大家应该会带爸爸妈妈 或者是下午 或者是晚上去庆祝一下母亲节 去庆祝一下母亲节 全球股市历经上礼拜的大动荡 重挫 其实也不是上礼拜 基本上古泰4月 4月初 咱们就跟大家告紧了 那从一路 那时候就一路转折 转到现在 还没止跌 还没止跌 那下礼拜 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短暂的 先杀后拉 其实昨天古泰已经有请示七王爷 其实 七王爷的牵师 其实 后来就看了 古泰就看了一下解签翻译 其实蛮符合古泰的想法的 昨天你如果有看的话 其实今天这一集也不用看了 哈哈哈 古泰今天这一集会比较短 会跟大家简单的带过 因为其实没什么好讲 现在全球股市 现在唯一剩下最后的变数 剩下明天 5月9号的普丁圣地日 那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台股还有一个520 所以原则上 要杀 也只剩下明天 这个理由了 也只剩下明天这个理由 那 要拉 520要拉 反正政府要护 什么鬼理由都想得出来 哈哈 OK 好 那 下一周到底怎么看呢 等一下古泰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一样 在分享之前 欢迎请新朋友呢 帮古泰呢 在YouTube登录之后呢 按下我喜欢 重点是Subscribe 订阅 开启全部通知 小铃铛 古泰一战本身不盈利 你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 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 此为古泰每天自己盘后关盘列写Vlog 请勿以词作为实单交易的依据 影片中的数据 皆为公开的事实资讯 为既有技术分析之理论 且亦非为盘中及时资讯 此为提供历史模拟的形容图 不具有任何投资决策 这建议交易本身一定有赚有赔 投资前请务必独立思考 审慎评估并自负盈亏及交易风险 那 古泰呢 昨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帮大家做功课 就是做讲义 那 做了很久 太累了 我们就来抽奖 昨天古泰半夜抽的 半夜抽的 那 这个 我们抽奖的那个 有全程录影公开了 那昨天这一集呢 有请 请示期王爷 球迁预测下周的盘势 那 这边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 你有抽中的朋友 就是这几位 这 画面中的这个是三奖 大家有看古泰有 就是把档案名称改一下 这个是三奖 然后勒 二奖 二奖是这一位 二奖是这一位 这是二奖 这是二奖 那 投奖的话 就是这个啦 投奖的话 就是这一个 很恭喜 这七位同学 很恭喜 这七位同学 然后记得 记得 你有看到影片 也确定 这一个人是你 你有中奖的话 记得去私讯 私讯 优分析的官方客服 优分析的官方客服 不要忘记喔 不要忘记喔 你如果没有来私讯 你就 权益就没了 你就受损了 你的权益就受损了 这个古泰送给大家福利 大家珍惜 好不好 那优分析的官方客服在这边 你们就点一下这个官方客服 LIOT在这边 那或者是点这个也可以 点这个也可以 这边有LIOT 这边有LIOT OK 简单来讲 大概就是这样啦 然后 一样 其实古泰 其实 礼拜六 昨天做了一整天 做了一整天 这个 古泰应该会把 反正 你这一集有听到的 你会整个 对于你 在投资的操作生涯里面 应该会有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统整 只是古泰 这一集 这一堂课 15号这一堂课 古泰讲义做了很多 那也会把 几乎啦 你此生所有学过的技术分析 全部纳金来做参考 所以这一堂算是 波段交易的最后精髓 最后打法 那 古泰在这一集 我会特别 偷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特殊看的参数 还有XQ的页面 要怎么样去做设定 怎么样去做判断 所以 反正 你如果是上班族 或者是 你自己本身做股票的频率 基本上是属于周期稍微长一点的 那这一堂或许 会是你此生 此生 基本上 呃 对你最有用的一堂课啦 对你最有用的一堂课 那你如果是短线交易 或者是当中交易 这一堂就不适合 你就不要上 你就不要上 那原则上 早鸟优惠应该是过了啦 那 其实早鸟优惠好像跟 那个 没有早鸟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啦 那 15号之前 15号之前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报的话 想要听的话 你们可以去 问那个 优分析的客服啦 或者是这边应该还可以点 应该还可以点 OK 这边有写啦 早鸟报名 到5月1号 那 5月2号恢复原价 所以 这边应该是 5000跟6300 5000跟6300 反正 其实古泰有跟大家讲 基本上 你如果是属于当冲 或者是 极短线 那两日冲了 你就不要上 那你如果是属于 比如说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有工作 平常没有办法常常盯盘的 那你又想要 稳定一点 不要像人家 杀进杀出的 常常杀进杀出的 这一堂课或许就很适合你 那古泰也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 4月3号 为什么4月3号 这边 4月初的时候 古泰会跟大家讲 这边有危险 那 这一路以来 这一路以来 你会发觉 其实按照古泰设定的一些参数 或什么的 你去看的时候 你其实 你也不会很想要抢反弹 因为指标 还有这些特殊的东西都还没翻多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一堂课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问一下小编 去问一下小编 应该是还可以报 我是不知道 这一堂课 其实报名的人数蛮多的 是蛮多的 所以 反正大底的时候 大家不要急着去进场 不要急着去进场 你反而可以利用大底的时间 可能 现在盘势还没有那么稳 那我就可以干嘛 退而求其次 我就不要操作 可是 在不要操作期间 大家也不要闲着 愣着 基本上 你就是可以 干嘛 可以 学一下 慢慢的 慢慢的 把自己的底子练好 把自己的底子练好 OK 这是简单的题外话 那 你有抽到了 古泰昨天好像有 小编有跟我讲 大概有几位 有几位已经去领取了 有几位就去领取了 基本上 应该 应该 刚刚好 都是没有 就是 我不知道 有没有软体 或者是有没有报客 那 我有看到 几位已经有去领取了 很恭喜这些同学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看一下 这一集大家 你没有抽到的 不要气馁 可以 这一集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 基本上七王也有指示 哈哈 七王也有指示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这个 大家 这是昨天 因为古泰 不 不会 国文没有很好 你说叫解签 我也不会解 那昨天的七王也指示 这个JK大大 他其实 这个应该是网路上的解签文章 直接贴过来 昨天抽到的是这一集 你啊 君耳何须问圣机 自己心中皆有意 于今且看月中寻 凶事托出化成己 心智 心智 另有改作生智一说 千姐 千姐 凡事先凶后 那我们看求 求求求财 求财 求财 求财清是怎样 哈哈哈 清是怎样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故事 就是 刘勇做官应妻儿 李三良锦编慧 这个典故其实古代也不懂 那 千师的余意 君耳何须问圣机 你何必要问神明 是否可以显现神威帮助你 这句话讲得很好 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 其实古代有跟大家讲 每一个全台湾的股民那么多 他每一个散户套牢 我都要去求神拜佛 都要去问一下 这一档未来股票会怎样 其实神明问不完啊 大家去看一下台股17800档 每一档你都跑去问 对不对 神明也不是吃饱太咸 神明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那 君耳何须问圣机 其实你底子学得好 你有基本的一个概念 其实 从四月底到现在 你们至于看一下 就算按照你们传统的技术分析 对不对 这边会是一个很大力要做多的时候 这个用眼睛都看得出来 其实散户不愿意啊 不愿意去面对事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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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句话其实 七王爷这边其实 古泰可以懂七王爷想要表达的意义啊 坦白说 对不对 古泰拿这个问题去问七王爷 七王爷也直接回应古泰嘛 对不对 也没有 也没有因为是古泰 然后他就特别 特别可能 讲一下有的没的嘛 对不对 今天 对于古泰问的问题 下周 下周有没有机会做一个 下杀 或者是 短暂的指叠 其实七王爷也很笃定的跟你讲嘛 对不对 你原本该学的基本的底子 这些功夫原本 你也应该要知道要怎么做处理嘛 所以基本上他会说 门心质问什么样对你是好的 有帮助的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很正常嘛 你不论从技术分析 从筹码面 古泰有没有跟你讲 古泰有没有跟你讲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集 古泰加开录影 加开录影 这一集 这一集录完影 隔天直接跳水 隔天录完直接跳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是什么时候 这一集就这一天嘛 对不对 古泰4月6号市井的 隔天 从此不好意思 全球股市全部全面转折 全面转折 所以呢 基本上 古泰有跟你讲 讲完之后呢 讲完之后呢 古泰还有跟你提醒一件事情 我还有跟你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有跟你讲 我善意的提醒 请长线筹码有遗率 长线筹码有遗率 啊你不信嘛 你不信嘛 然后隔天就直接跳水 那这一集呢 古泰还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要撑过345嘛 结果他礼拜五不撑嘛 礼拜五不撑就拜拜了 就拜拜了 所以呢 不论从技术面 从筹码面 齐王爷就直接告诉你 基本面这些 我跟大家讲 基本面不会有任何改变 从4月3月 反正今年以来的 今年以来的下跌 你从基本面 你绝对看不到任何出场讯号 等到你基本面反转的时候 不要忘记股市已经跌一大段了 所以呢 其王也很 他直接很中肯的跟你讲 不会因为今天是古泰 然后他就对我特别说什么 对不对 古泰也是小散户一个 所以呢 其实这两句齐齐王爷 神明已经告诉你了 君耳何须问圣基 你何必问 你干嘛问 现行就摆在那边了 你从筹码面 古泰也跟你讲了嘛 长线筹码有疑虑嘛 从技术面 4月6号古泰就跟大家告警了嘛 你不信嘛 对不对 你也不信法人换仓成本嘛 你也不信周首越首嘛 你也不信周破越破嘛 who care 你也不信tumd嘛 攻击或灌压 你也不信嘛 所以我要帮你什么 从这些东西里面 其实 神明就直接跟你讲一句话 你何需要问 你干嘛问 你根本不必问 因为你所学的任何东西 古泰分享的任何东西 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嘛 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到底看多来看空 你不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两句话 其实古泰蛮有感的 齐王也有指示 于今且看月中旬 你等到月中旬的时候 凶事拖出化成吉 这件事情可以脱离危险 局面由凶转吉 好重点来了 基本上 基本上 在一个 我们说的神明来说 我们看的 玄学来说 我们看的 都是农历 看的都是农历 那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何必要问神明的意思呢 你其实你心中对于事情的好坏 你已经很清楚了嘛 从4月6号古泰跟大家市井完 你不信嘛 对不对 技术面全部破光 你也不信嘛 你也不走嘛 你在凹嘛 对不对 筹码我也跟你讲 长线筹码有疑虑嘛 你从4月6号跌到现在 你觉得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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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再怎么问 啊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嘛 所以 古泰常常跟大家讲啊 大跌的时候 今年 我跟大家保证 绝对是不好操作的一年 尤其从 古泰前几集 我有跟大家讲 今年 尤其是做股票的 非常的伤 而且很伤 大家应该有看到 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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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五不是拉巴 智远礼拜四不是拉巴 结果礼拜五 直接干嘛 跳空直接往下开耶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6104的创伟 有帅气吗 这样有帅吗 这样有帅吗 也就是说 你知道他这一根跳 这一根跳啊 这一根跳啊 不用看什么 他没意外下礼拜都破底了耶 很多人去赌说 联准会 FOMC会议 利空出尽嘛 所以很多人会去抢嘛 你知道这礼拜五一个跳空下去 很多都直接破什么 破前面几天去抢的人 前面几天去抢的人 都讨不到任何便宜 你全速套牢 你全速套牢 所以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古泰身为一个YT的一个职责 基本上太危险的打法 古泰绝对不会在YT分享 太偏门走到的打法 太危险的抢反弹或者是去摸头 古泰绝对不会在YT分享 因为 你不是专职交易人 你有在上班的 我坦白讲啊 这一个蹦下去 一个蹦下去 你因为贪 一个蹦下去 全市场都看立空出境 你跑去抢反弹 你手脚慢一点的 隔天全部吐回来 古泰 我没有叫你去追多哦 我也没有叫你去追空哦 原则上来到干嘛 那时候FOMC会议之前 古泰有没有跟大家提醒 你就是给我等 你就是给我等 你不要去押 你不要去押 四天前五天前 你有去押联准对的 FOMC会议会议记录的 你也顶多爽一天而已 对对对 你也顶多爽一天 礼拜四让你爽一下 又如何 该吐的你还是要吐回来 该吐的你还是要吐回来 很多人 礼拜五的早盘 开盘就直接損了 所以咧麻烦大家搞清楚状况 古泰身为一个YT 基本上 我也是有 必须啦 必须啦 我分享的东西 古泰有跟他讲 我要在YT公开讲的东西 一定要是深思熟虑过后的 而且是 比较没有危险的 胜率比较高的 太偏门走道或危险的打法 古泰绝对不会在YT分享 因为有很多 干嘛那手脚不够快的 或者是干嘛 那赔钱的也不愿意砍的那种 现在市场上太多这个 所以咧 古泰有叫你哦 等 你就给我等 然后咧 对不对 你这两天 这两三天 手 如果绑紧的话 坦白讲啊 礼拜五大铁干你屁事 对不对 到底干你屁事啊 对不对 古泰礼拜五开盘是直接 确实啦 小损 小损 可是我是礼拜 礼拜四的尾盘买嘛 跟你礼拜四看到 哦 利空出境 早上直接买股票了 哪一个比较爽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一样嘛 一样嘛 哦 然后 再回国泰看一下 你何必要问神明的意思 其实你心中对于事情啊 好坏你很清楚啊 你功夫底子学好 对不对 古泰五月十五号 反正就跟你讲啊 拨断最后的打法 你要信不信随便你 你这一堂课上完之后 你应该会对于每一档股票的买点跟卖点 趋势还有方向 你应该会很清楚 哦 底子不够 基本功不够 我们就练习嘛 不要急着操作 哦 不必问神明 其实你心中对于事情的好坏你已经很清楚了 你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嘛 所祈求的事情到月中旬的时候 可以脱离困难危险的状况 往变好的发向方展 牵施自己心中皆有意 指点的事化解危险的方法 所祈求的事情 要自己想清楚 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趋劲避凶 而月中旬是指事情解决的时机 中旬就是10日到20日 好 通常 通常 我们在传统的一个玄学上面来讲 我们的 呃 神明或者是 这些玄学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讲都是看农历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5月8号 农历初几 农历初八 今天是初八 今天是初八 所以呢 以这个牵施来讲 七皇爷这个牵施来讲 大概是初十 到二十 诶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其实 蛮符合的 蛮符合的 好 假设初十的话 初十的话 刚好是礼拜二 礼拜二到二十号 我们台股是不是520 又多了一个520 所以 你说这个牵施准不准 我们520再来看吧 我们520再来看七王爷 这个牵施准不准 那原则上 原则上 古泰的想法 其实跟七王爷蛮像的 古泰之前 前几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原则上我会希望先杀 520前先杀 那 因为520 政府通常不会太难看 杀完之后你可以 干嘛 顺着 顺着 黑手的 护盘上车 那这边上车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还是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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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抢多单的 做一点价差 你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这个牵施 其实古泰觉得 写得蛮好的 写得蛮好的 然后 我看一下 我记得还有一位有写 下周史诗集大崩盘 崩三天后反转一路向上 哈哈哈 是有这个机会啦 这个 有机会啦 对股市好贴切的签 没有错 古泰觉得你说七王也 古泰其实平常 平常其实 也蛮常 跟这些玄学 还有 就是 交流的啦 所以 古泰昨天抽完 是觉得 那种心中的那种感觉 是 蛮有feu的 蛮有feu的 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反正我们520再来看吧 哈哈 我们520再来看吧 这边 这个 薛大哥 你提的问题 何必问神呢 你自己心中 应该要有相当的体会啊 如今要看农历的事物过后 便有机会逢凶化己 所以呢 这一集啊 古泰觉得 嘖 应该是说 这一次牵啊 古泰当下第一个直觉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觉得 哇靠 起鸡皮疙瘩 是真的 我觉得 确实来讲啊 嗯 古泰是觉得参考性蛮大的 反正大家就自己看看 好不好 自己看看 那一样啊 那句老话 其实 这一 这两句啊 这一句牵势啊 古泰觉得 七王也讲得最 对 让古泰 应该是说 要让全市场的散户当头棒喝 就是前两句 均耳和虚问圣机 自己心中皆有意 哦 基本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做投资做投资做投资 古泰常常跟大家讲 看得懂的叫做投资啊 看不懂的叫做什么 叫做赌博啊 哦 那你今天要来做投资 你自己的底子到底够不够 基本功到底有没有够扎实 没有扎实你就学习 哦 那你凡事都要求神问佛 那 谁可以帮助你 对不对 台股一千七八百档 诶大家不要小看诶 台湾现在应该是超过两千三百万人 对不对 台股我们算一千八百档就好了 两千三百万人 两千三百万人 百万 人 啊 加加四个零 对不对 每一个人就问一下就好了 你全 你看 这个这个是 这个怎么算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对不对 你说 不论拜哪一尊神明啊 神明就算有再多分身好不好 他有办法去回答这些 这些散户的问题吗 他绝对没有办法 所以呢 不用 问那么多啦 不用问那么多啦 把功夫底子学好就好了 把功夫底子学好就好了 好啦 那这个签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到底会不会怎样 我不知道 会不会跌跌跌跌到月中 哈哈 对不对 会不会跌跌跌 好比如说这礼拜继续跌 然后呢 下礼拜520前 连拉5天 也是有机会啊 对不对 或者是按照签设计 10号到20号 对不对 10号到20号 我可以这礼拜先跌啊 然后下礼拜再谈 可以啊 哈哈 下礼拜再谈啊 可以啊 所以呢 短线上面来讲 这边先跟大家提醒啦 好 我们看一下上一集 古泰跟大家讲什么 依然是反弹格局的相形整理 套牢者要处理 空手者找机会 那这一集呢 306集呢 古泰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 就给你两个价位 周首我有跟大家讲 那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 古泰那时候在录影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亲爱的朋友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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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 好 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 古泰在录影的时候 长这样啊 这是古泰录影的时候 古泰录影的时候 长这样 这个是礼拜几 礼拜四喔 礼拜四喔 也就是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 那个什么 全市场 你们仔细看一下礼拜四 的盘后 礼拜四的盘后 全市场的分析师 还有节目 全部都跟你讲 你看我就跟你说 利空出镜 你就不信 叫你买股票 拉回买 你就不信 然后咧 对不对 古泰有跟大家讲 对不对 那一天没赚到又如何 对不对 市场多的是机会 对不对 隔天就跌个狗吃死 古泰真的没有想过 你看道琼跌这个 到底是跌怎样 我也不知道 哪有人这样玩的 前一天这样 隔天这样 真的没有人这样玩的 古泰 我有跟大家讲 你小鸭回 小回来才支撑 没有关系 可是 哪有人这样玩的 我跟他讲很伤 这种很伤 尤其你做股票 你看做股票 加全指数 我们直接看创委就好了 你看一下3035的资源在干什么 对不对 3035的资源 前一天几乎收涨停 隔天跳这样 隔天跳这样 是要玩什么 你跟我讲要玩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发觉最近的盘都这样 都这样 都这样 你要怎么玩 这个没办法玩 这个没办法 所以呢 反正太危险的打法 不确定的事情 古泰都不会在YP公开分享 不然其实你看 你前一天 因为 大家都看利空出境 大家全市场 我有跟你讲嘛 全市场都看利空出境 你觉得这次还会是利空出境吗 对不对 礼拜四让你爽一天 礼拜五就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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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礼拜如果破底 你不是GG了 你不是GG了 让你爽一天而已 所以大家搞清楚重点 搞清楚重点 我有跟大家讲 依然是反弹格局的相形真理 你套牢者你要处理 你不处理 你就被市场处理 空手者麻烦你找机会 然后找机会 古胎有给大家第二个价位 第二个价位 他开盘就直接过了 你知道吗 他开盘直接破 你知道他开多少 开491 古胎跟你讲多少 加全指数 古胎跟你讲多少 525 他开盘直接破 啊破 破就破啊 对不对 可是这礼拜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贵买指数 古胎第二个价位 跟大家讲是195.8 诶 他最后一盘 他最后一盘 大家去看一下 他很妙的一件事情 古胎有跟大家讲 古胎看了点位 你不信 我也无所谓 你不信 我也无所谓 你看 他试错的时候 试错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试错的时候 在哪里 在195.75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古胎跟你讲的多少 195.8 195.8 他硬生生的 在35分的最后一盘 硬拉到196.17 所以这边多头 我先跟大家讲 多头埋下了一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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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原则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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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买指数 这边多留下了一个伏笔 看盘要怎样看 全面性的看 全面性的看 那我们看一下日盘 日盘 昨天古胎有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有跟大家讲 日盘第二个价位叫做493 那开盘直接破 不用看 不用看 什么都不用看 开盘就是砍 你开盘就是砍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发觉股票很伤 有没有发觉 你如果是今年以来做股票的 前一天多单流仓 隔天跳水 他都用跳空了 他连逃都不让你逃 前一天空单流仓了 隔天跳空开高 也是一样 最近这个缺口 今年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今年你如果觉得不好做的 你就暂时不要做 或者是资金放少一点 资金放少一点 今年你要靠今年大富大贵 我跟大家讲很难 做多的很难 在整个 渐渐假设下半年 或到明年转一个中长空的走势的时候 你要做多 你再怎么做 都不会比去年 还有前年好做 因为大拖头已经走了好几年 大拖头 我不是跟你讲这边要转空 只是你会发觉 从今年以来 他不就是一路空方的下降进行式吗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在空头的走势下 你会发觉每次股票谈也谈不了多少 然后就下去破底 然后破完底再谈 又再继续破底 今年我先跟大家讲做股票很伤 尤其这边跳跳乐的 跳跳虎的 跳跳乐的 今年都很伤 创伪 谁能这样玩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前一天 前一天创伪 等于这连续啊 你如果是因为什么 你如果是因为 传统全市场的技术分析 全市场的老师 全市场的节目都跟你讲 连准会 FOMC会一开完就是利空出境 你跑去买的 不好意思啊 礼拜五这根跳水 全面套牢 你全速套牢 你全速套牢 对不对 这真正不说得意的 你知道吗 这真正不说得意的 对不对 这一点到江湖道义都没有 前一天拉这样 隔天直接跟你杀这样 真的一点一点江湖道义都没有 对不对 啊市场上谁管你江湖道义 对不对 市场上谁管你啊 大家懂的意思啊 大家主力也不是出来 开佛心事业的嘛 谁管你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那现在怎么看 奉劳者要处理 空手者找机会 这里的找机会 古泰有跟他讲 是第二个防守价位 你至少要给我守稳嘛 他开盘就直接破了 破了就出啊 扣了 古泰有没有跟他讲 就反手空 就反手空 接下来 反正 古泰的看法不变啊 你这边要做多的 你这边要做多的人 重新站回去 要做再做 否则第二个价位 没有站回去之前 你自己要小心 我先跟他讲 古泰306集 这一集讲的第二个价位 你必须要给他重新站回去 要买就来买 没有站回去反弹接空 那这边呢 刚好 三大指数全坡 那不用看了 全坡都不用看了 可是贵买指数 留了最后一线升级 所以下礼拜原则上 还有机会 多头还有机会 这边埋了一个伏笔 贵买指数埋了一个伏笔 贵买指数埋了一个伏笔 那怎么看 怎么看 那古泰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今天古泰录影的时间 大概已经半小时了 先给大家看这个 原则上不用看了 也是万物皆空 万物皆空 万物皆空 这张表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快速 再来快速的看一下各国股市 看一下各国股市 好 道琼 道琼呢 这个啦 目前刚好前低这边附近震荡 那礼拜五其实蛮刺激的 上下刷席 然后最后收平盘附近 就是 他多也少 空也少 上下少单 所以呢 这边的主力 我先跟大家讲 这边主力其实 他目前 他自己也不知道方向 这边主力他自己也不知道方向 他自己也不知道方向 所以明天五月九号之后 或许 会有一个比较明朗的契机出现 那这边到底是压多还是压空 其实 为什么主力会上下少方向 因为他也在找方向 他也在找方向 那 那把上下 上下多单空单 少户全部 少完之后 剩下就是谁的单 就是他自己的单 所以呢 就是他意思就是干嘛 上下洗完之后 筹码干净一点 不论是做多还是做空的筹码干净一点之后 他现在要拉抬 或者要杀盘 很好杀 很好杀 因为少了散户的跟单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知道 散户上车的人越多 主力越拉不动嘛 对不对 散户空单越多 主力越杀不动嘛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为什么礼拜五会上下这么震荡刷洗 主力也在找方向 少单晚顺便找方向 所以 下礼拜的道琼啊 你说会不会破 我个人觉得会破 如果我是我的话 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 谷泰在前几集 我有没有跟你讲 全球加速破敌表泰可以一线 这一根嘛 我有跟你讲啊 有没有 你会发觉每次藏孔隔天都藏黑 藏孔隔天都藏黑 藏孔隔天都藏黑 最近呢 我跟大家讲啊 套死一堆人了 这边啊 你说未来要奢望它 全部再涨回去 我是觉得有点难 我是觉得有点难 所以 下礼拜 下礼拜唯一啦 唯一比较 呃 对市场上可能会影响的 应该就是 诶那个 那个5月9号嘛 然后再 应该就是 10年期公概值利率 那 会不会破底 我客人觉得啊 我如果是健一点啊 我会破完的啊 应该是有机会去破前面这边啊 而且道雄这个破了 我有跟大家讲啊 基本上 你只要破了日线 破了大概就千点了 所以下礼拜 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废半 废半 废半也是一样 废半也是一样 那废半呢 看似稍微强一点 其实它也没有强到哪里去 它其实 你看 这一根喔 这一根 其实还 你看这一根的低点多少 这一根 大家喊利空出镜的那一根 低点是2974嘛 收盘收多少 2981 它绵绵强强 绵绵强强 是有守住的 所以呢 下礼拜 这边啊 其实已经 快要到最后的一个临界点了 看这边能不能初步做防守 防守成功 你看 那斯达克是破底的喔 那斯达克是破底的喔 利空出镜是在哪一天 是在这一天嘛 全市场喊利空出镜的时候 在这一天嘛 出完就不进了 出完就扫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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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泰友跟大家讲 操作不要急 你就等 你就等 好不好 你就等 然后 那斯达克破底 然后再来黄金 黄金 黄金 古泰友跟大家讲 这边反弹 站不上 基本上很容易下 那 他目前刚好 应该卡在最后一个防线了 他应该卡到最后一个防线了 所以这个大家就稍微 看看啊 他应该大概卡在这边了 大概 最后可能再压回 可是 大概就在这边了 最后压回可能在这边了 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 大概 最后 最后跌点可能会跌到这边了 那要不要再上再说 要不要再上再说 可是 那这边也是一样 漸漸的 你这边就算要上 他可能这边也会来回上上下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 然后可能又再一次 然后可能 然后 要突破再突破 所以 这边其实 还 反正这边应该整理的时间要蛮久了 然后再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破3万了 这边是有机会加速破底的 这个 这个 比特币自己 自己要小心 古态是没有在完毕 只有机会直接破底的 然后再看一下 那个纽约庆元油 油反而来稍微强势一点 会不会跟那个五月 那个 你说接下来会不会继续 打仗 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油 目前没有转入的迹象 目前还是持续的 往上的一个整理态势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S&P500 S&P500也是一样 目前前低是有手 而且S&P500已经先破了 他已经率先 其实还好 他没有破这一天 他没有破这一天 这一天 所以下礼拜其实蛮关键的 其实下礼拜其实蛮关键的 那台积电跌了0.56% 看起来是还好啦 这个油点跟美点是一样的 然后 然后 连电反而是涨的 然后 废半刚刚看过了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已经来到103.66了 那原则上 这边 他已经创高了吧 我记得好像创高了 我记得是创高了 这边高点是103.65 103.82 这边是103.92 他其实已经过高了 已经创高了 那这边 呃 我还是觉得 向上空间是有的 而且这里一突 这里一突破 是等于是几年了 这是景线嘛 景线这边 等于是突破了 这是近几年 2002年喔 他是2002年以来 到今年已经20年了 他近20年的新高了 近20年的新高了 所以 这个大家要自己小心啦 美元指数转强 全球股市都不会太好 这支股台前几集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然后再来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 其实 日经指数还稍微强一点 比台股稍微强势一点点 强势一点点 然后看一下韩股 韩股坦白说蛮弱势啊 那这个 这里会不会带打一只脚 我不知道啦 只是说这边其实 他也几乎快要濒临前波的底点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 而且这边是 会合 均线会合之后 一路被均线压着打 所以这个 韩股坦白说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然后上阵指数也是一样 上阵指数也是跳水 也是跳水 然后恒生 恒生也是一样 好 那恒生呢 骨胎有没有跟大家讲 基本上在观察 一两天 他现在要跌回来 下礼拜再破这个 再破这个 再破这个底点 就差不多要去了 哈哈 就差不多 也快要濒临临界点了 好 然后再看一下A50 A50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也不用看了啦 OK 那 喔 细菌源 涨这么多 3.17% 欸 溃买指数 呃 礼拜五 勉勉强 守住会不是因为环球金 我们看一下环球金 呃 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个零头 反弹 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背东元件0.45%看看就好 背东元件其实蛮弱的 好 然后 呃 美光 呃 美光 呃 美光目前 呃 美光目前是盘很久了 他大概就月K这边附近整理 好 那我们现在关股啊 欸大家没有发觉 哈哈 好 古泰那时候有跟大家讲啊 你从关股的买卖啊 你大概可以很清楚的 大家知道 其实 古泰大概看卖的啦 看卖的 因为看买的 他买的 基本上你 人家是分批买啊 可是你看卖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 他卖 通常 都是 短线上的高点 好 古泰那一集有跟大家讲啊 他卖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嘛 所以咧 有没有跌 跌嘛 这一天卖嘛 啊有没有跌 啊跌嘛 对不对 这一天卖嘛 这一天卖嘛 啊有没有跌 跌啊 这一天卖嘛 啊有没有跌 跌啊 这一天卖嘛 有没有跌 跌啊 那你看到他买的时候 你不要傻傻跟着买 你看到他买的时候 买的时候 古泰用 用粗一点 你看到他买 对不对 你看到他买 你不要傻傻跟他买啊 看到他买 买完之后继续跌 看到他买 买完之后继续跌 看到他买 买完之后继续跌 看到他买完之后 这边有啦 分批买进 买到最后 总有一天 你会买到最低点 所以呢 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基本上 他操盘两件事情啊 你没有办法像 官股 有这么有钱的话 人家说了拉回找买点 散户没有几个 可以拉回找买点 你的子弹只有一发嘛 你的子弹只有一发嘛 麻烦大家搞清楚 你的子弹 我们散户的子弹 中其一生就只有一发 就那么几发而已 对不对 全市场都在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到底什么时候是买一点嘛 你确定 这边可能不会再跌了 你再买就好了 因为你子弹只有一发 所以官股人买 其实古泰反而不太看 我反而不太看 可是官股人卖 短线上你会发觉 古泰取60天嘛 60天够长了吧 你会发觉官股几乎啦 每次卖 几乎都是短暂相对的高点 短暂相对的高点 看这一份表 看卖 反而还比看买 可能还稍微有参考价值一点 所以大家就看看 参考一下参考一下 你说这边买完还没有底点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下礼拜破低 官股还是继续买 还是继续买 好不好 然后看一下下礼拜要干嘛 这个下礼拜 5月8号 5月8号 礼拜一主要是 台湾总金面 台湾总金面就看看就好 进出口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礼拜二 礼拜二也还好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房贷利率 CPI年征率 礼拜三 礼拜三 礼拜四很重要 三四 基本上蛮重要的 三四 特别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一下 OK 好啦 大概就这样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下本周财经大事 股位双跌 台股下一步要怎么做 三张图看斗 通膨 让你知道市场恐慌什么 好 上周除了FED宣布升息两码符合预期之外 多数的总金数据并不如预期 显示出供应链冲击 确实对于美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台股也因为美股而呈现动荡的一个格局 本专栏这周为各位整理通膨的发展与对经济影响的看法 上周盘视于本周大事 四月份的CPI本周公布 也就是刚刚古泰讲的礼拜二跟礼拜三 什么是CPI 房屋的CPI 房屋是CPI最重要的组成 通膨可能的走势 未来可能通膨不易快速回落 这我也知道 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利空不断保守看似 危机 急事转机 危机 急事转机 上周大家仔细看 上周古泰也不是在那边开玩笑吗 对不对 那个如果因为 那个 如果因为什么 FOMC会议的会议中有 急速加 有 有什么 错杀的时候 盘中如果 会议的途中如果有错杀的时候 是加伤时机 你给他加他看 对不对 你给他加他看 这礼拜变成保守了 哈哈哈 这礼拜变成保守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其实 目前趋势还是下行 你除非要看到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止跌 大家要摸再去摸啦 不然你永远接的都是刀 对不对 我们局创伟来讲 创伟礼拜五 礼拜四古泰是小小做多的 我是小小做多的 可是古泰当中出场了 对不对 当中出场了 结果咧 你如果前一天流仓了 隔天跌个狗吃死 你就哭死 你开盘就直接哭死了 好不好 所以呢最近啊 你说股票好做吗 其实也不好做 最近几乎都这样 好不好 可是啊 古代15号的课 我会讲 接下来如果假设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无量的时候 假设未来下半年 或者明年走一个中场空走势的时候 这时候15号的课 你就可以很大胆的拿来用 你就可以很大胆的拿来用 财富重分配的时机又快到了 又快到了 OK 那上周的盘是以本周大事 4月CPI本周公布嘛 那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快速的带过啦 简单快速的带过 那一周的财经事件呢 它现在做成这样其实也还不错啦 礼拜三特别留意一下 预测是6.6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到时候公布的数据是多少 那再来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这些就是解释一下 CPI的最重要组成是什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好 那未来通膨可能不易快速回落 这个大家就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大家有兴趣就自己看 古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 今天讲的很多了 今天讲的很多了 那 你看上礼拜跟这礼拜讲的都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利空不断保守看似 所以呢 反正啊 技术面会跟你讲一切啦 技术面会跟你讲一切啦 所以有时候其实 呃 我们要心里有一个底啦 可是你 你不论看基本面 看筹码面 看技术面 都一样 你心里要有个底 心里有一个底之后 操作你还是一样嘛 回过家教育的本质嘛 你今天要煮菜 你是要去市场买菜 你还是要买东西嘛 你还是要付钱嘛 啊你看那么多干嘛 你看那么多新闻 啊 今年 那个 今年那个 农作收成不好啦 怎样有的没的啦 你看了一大堆新闻 对不对 啊你还是要煮菜啊 你还是要买菜啊 你还是要掏钱出来买东西嘛 你还是决定要买哪里跟卖哪里嘛 所以 基本面你可以看 筹码面可以看 你消息面你也可以看 可是回归到最后一个本质 我还是要下单嘛 我还是要决定我要买哪个价格嘛 我还是决定我要卖哪个价格嘛 所以中期医生 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反正你不管学任何派 学任何派 中期医生 你在买跟卖 你还是要回归到 技术面嘛 讲完了 所以呢 技术面学好 你其他可能 没那么多美国时间看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技术面把它学好就对了 你技术面先把它学好就对了 因为中期医生你看了这么多东西 你还是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我要买东西跟卖东西啊 我还是要按下单键嘛 大家懂的意思啊 下礼拜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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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傻傻的亂存 很多人因为说 升息是利 他有利差可以赚 没有错啦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升息 对于手上有 外汇 有美债的 很伤 所以今年 金融股 大家要存 你真的要买金融股的话 你自己要稍微小心一下 金融股有分 他有分 他有分银行类的 有分保险类的 有分其他进控类的 你自己要稍微分一下 不是每一档金融股都可以买 升息有利差没错 可是你却忘了 对不对 你却忘了 假设我有美债部位了 怎么办 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而且 美债部位如果太高的话 侵蚀回去的是他们 原本的股东权益的架构 所以大家要今年 反正就是资产负债 然后股东权益的部分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 金控股今年不要乱买 基本上他有分 他有分 这边股泰之后再跟大家讲 其实网路上也很多 也有很多人在讲 大家去Google一下就好 大家去Google一下就好 股泰基本上是不太碰金控的 因为金控做起来 今年确实金控标得很夸张 可是股泰基本上就跟一样 生计股股泰不碰 金控股 你可以maybe将来可以 把它当存股 但这当然是可以 这当然是可以 可是现在你说金控要存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再来上瘾 供居机的 鲁虹 仿肢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华硕雅德克 下礼拜其实主要是 工具机相关的啦 那再看一下其他的 鸿海 鸿海下礼拜法说 鸿海已经盘了一年了 不破百就是不破百 然后其他的大家就看一下啦 好 简单来讲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副台子 那副台子呢 大家就看一下现行 基本上也快要测潜滴了 也快要测潜滴了 下礼拜会不会破底 其实骨太也不知道 破底的机会是有机会的啦 会不会看到15开头 骨太是希望看得到 骨太是希望看得到 很难讲啊 其实目前大概唯一的变数啦 唯一的变数大概就在 下礼拜 大概就下礼拜一二 可能变数比较大应该是在这两天的 变数比较大应该是在这两天 好啦 然后 我们看一下什么有什么新闻喔 我们整理一下 说不定有什么新闻 那个 大家防疫前保了没啊 骨太的好像过期了 骨太也 没有 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 现在 大家要保应该也保不到了 如果 如果有新的新的商品 可以通知一下骨太吗 哈哈哈 如果有新的防疫保单可以通知一下骨太 骨太 对之前好像说骨太没有发得到 平常不会看这个 然后后来 后来要看到的时候好像 就是保单都陆陆续续停售 好啦 这个大家就看一下啦 然后 然后 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半导体四强法说 本周大事回顾 这个可以看一下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就看一下啊 然后美股 美股 美银沽美股10月触底 所以要跌到10月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要跌到10月的意思吗 美股还在大跌 离触底还很遥远 这个 大家就看一下 港路股 我们看一下 港路股 港股 破2万点大关 人民币卖押出笼 反正下礼拜 我觉得还是一样 比较 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原者上下礼拜应该就 几乎啦 应该就是最低点了 应该啦 下礼拜 应该就是有机会见低点了 刚好搭配七王爷的牵师 刚好搭配520 我觉得下礼拜 可能低点 大概可能 maybe再跌一个礼拜吧 哈哈 maybe再跌一个礼拜 下礼拜 下月启动缩表 这个大家稍微看一下 半岛底四强 环球金 世界先进 新唐 这个大家看一下 古代就不看了 他其实在review 一周的财经大事 那我们看一下工商时报 我们看一下工商时报 工商时报呢 明天那个 条件0.1 大家可以去加油 0.1好像也还好 其他的 看一下 那个 未来 我先跟大家讲 ESG ESG这个题材 未来 是个趋势 好不好 所以假设 今年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 假设有走空 走一个比较 中长空的走势的时候 ESG ESG相关的概念 还有减碳 太碳牌的 确实 未来应该是有机会 长线 我讲很长线 很长线的一个趋势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就是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那个国中会考 国中会考 国中会考 是什么时候 国中会考 已经跟大家讲了 2122国中会考 所以不用华语 不用华语 基本上 哈哈哈 基本上 那个疫情还没到高峰 不要想太多 虽然疫情呢 每个 每 每 每天的那个确诊人数 大概是一万一万起跳 每天大概加一万 每天大概加一万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数字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 大家要去特别注意 这个死亡人数 如果这个死亡人数忽然当天暴增的话 是有机会影响股市的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死亡人数暴增 或者是 越来越多人暴增 确实是有机会 影响股市的 那如果死亡人数 基本上少少的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异动的话 暂时 你说疫情这件事情 对股市来讲 股太是觉得还好 他已经对股市的影响 没那么大 可是要 看一下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不要暴增 你要暴增 确实是有机会引发 恐慌性的卖压 所以这个 而且 以一个 目前 陈时中 的一个 目前国家的一个防疫政策来讲 目前他是倾向于 我是觉得 没有 必要那么快就松绑 他现在是 几乎啦 超级越来越松了 还没 全面的一个 像现在快篩 你说 买得到吗 现在 也是一样 目前 确实 就是 长期松绑 确实是 趋势没有错啦 可是 我觉得松的太快 我觉得松的太快了 会不会到时候 死亡爆章人数 爆炸多 或干嘛之类的 然后 他的 政策又倾向紧缩 或干嘛之类的 又变得紧缩的时候 你现在放松没有差 可是你 如果 松完之后 又要再拉回来的时候 对股市可能就有一点影响 对股市可能就有一点影响 所以 这个部分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不然其实 古态也会怕 像原本是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隔离嘛 你有中的就不要去上班嘛 有中的就不要去上课 现在规划九宫阁 我也 对不对 无症状的 也可以上班 我跟大家讲 这个 几乎 几乎 那个防不了 几乎防不了 所以大家还是一样 要特别的留意啦 那 国中会考照常举行嘛 不用看了好不好 基本上 这个下去应该会越多啦 这个下去会越多 所以大家 防疫工作还是要特别 注意啦 防疫工作还是要特别注意啦 只是说 希望不要再有些重症 或者是死亡人数 因为这个确实是对 他现在是 政策朝向越来越宽 越来越松 可是 你松到一个程度之后 如果 重症或者是死亡人数 暴增的话 他又要从松的 又转成紧的时候 这里就 可能对股市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其实 疫情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股市应该 影响已经不大 影响已经不大 OK 简单来讲 先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你看 昨天是11例 你将来如果 希望不会啦 希望不会 好不好 这边只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准备 因为 基本上 大概每个 每天大概1万1万 几乎 古菜章平均看下来 大概是 每天大概是1万1万 这样持续在增长 那你母数 激素越多 激素越大的时候 只是相对的 你的死 死亡个案也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这个其实 也是 蛮两难的 也是蛮两难的 OK 这个大家 跟大家大概讲这样 好啦 先大概这样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 这个看完了吗 然后 这是附台 附台 OK 那今天呢 古泰也讲了大概1小时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古泰重新整理一下 那 握摄一杯 表泰股 大概就这边啦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就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 全日盘的 全日盘的部分 全日盘的部分 TOMD 大概在这边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OK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直速的TOMD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啦 古泰就不讲了 好啦 大家就自己看 大家应该很会用的啦 已经用了将近 半年多了 应该大家都会用了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OK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啦 古泰就不讲了 那古泰呢 现在 就是 还蛮开心的 因为现在古泰 他已经不用再花时间了 在做这个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市场上战情监控图 市场战情监控图 那 上礼拜 古泰5啦 涨加是22加 然后 还有186加 这两个加起来 其实目前涨跌比 大概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几乎啦 1比0.24 1比0.24 所以这边 其实 跌的加速其实蛮多了 跌的加速其实蛮多了 那 可能很多人不太会看这个东西 这个古泰 20 20几号 古泰是21号嘛 20 等一下喔 15跟21 15跟21 21号那一堂课 21号那一堂课 古泰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看 那原则上 简单的大原则啦 简单的大原则 其实 我们再回头 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 对不对 古泰有跟大家讲了 这个 我记得在后面 他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是上礼拜喔 这是礼拜四大家看到的图喔 古泰有没有跟你讲 这张图你只要看到逢8 接近8 这张图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几乎啦是7乘8 大概是7乘8左右 最外层绿色 我再讲一次绿色这一个 叫做8层 你不要不信邪 我有跟大家讲 这张图喔 不管你在做股票 还是你要做台子 其做指数的都很好用 你不要不信邪 全市场 我跟大家讲过啊 基本上 这个也是古泰 干嘛 自己 就是这样操盘 然后 操了这么久 就是 大数据回撤这么久 觉得 确实是蛮有参考意义的 而且 古泰入了YT 大概一两年 古泰入了YT大概一两年 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包括老战友应该都知道 去年 319 有人 去买台积电 抄了台积电 古泰 大家去看一下去年台积电 你知道有人 那时候老战友 有人去买这边 你知道吗 去年319 你知道人家 人家买哪里吗 他买200 200多 那时候买在200 大概270几块这边附近 270几块 大概是270吧 我记得270还是270几块附近 人家去买这边 人家就是靠什么 人家就是靠市场战情监控图 老战友应该都知道了 那 基本上我先跟大家讲 这张图 这张图呢 大家不要小看他 基本上 反正 现在市场上你也看不到这个 有看到跟古泰 概念类似的 也是抄袭古泰的 也是抄袭古泰的 基本上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原则上这一张 你看到逢8 你就要自己小心 不论你做股票 做股票 你盘后看到这一张 隔天差不多啦 早上有高稍微调节一下 爱信不信随便你 每次逢8逢9 逢8逢9 通常你会发觉 通常都是乐极深杯 隔天要嘛跌 不然就是跳空大跌 礼拜四 礼拜四 你看到这张图 是不是7成8 他快逢8了 他快逢8了 隔天有没有跳水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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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信 没关系嘛 你不信嘛 干我屁事 所以呢 专业版的 你们都可以看 接下来 你每一天 除了看你自己本身手上的持股 加大盘之外 你再看一次这个战情捐控图 你就知道你股票什么时候过了 什么时候过杯 什么时候过了什么时候过杯了 这样懂意思吗 原则上逢8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你只要看到快要接近8了 不是代表他不会继续涨 只是涨 也涨不了多少 这一集影片 古泰有没有给你提醒 我说 明天没意外是跌 这一集是古泰礼拜四是录影的 我是礼拜四录影的 我有没有跟大家提醒 原则上明天是跌 你就算明天不跌下礼拜一二还是要回来跌 正因为 战情监控图已经来到8成 这样听得懂没 所以 古泰礼拜四录完影 隔天是不是跳水 跳水刚刚好而已 跳水刚刚好而已 好不好 因为战情监控已经逢8了 他已经快要接近8成 反正 古泰有跟大家讲 你看到快要接近8了 你就干嘛 做多了 做多那个手痒 做多的医院 那个手痒 你就不要太贱 你就是干嘛 你要买 你也小小买而已 古泰礼拜 礼拜四我也是 收盘小小买而已 隔天开盘直接损 损也损不了多少 损也损不了多少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啊 你看喔 隔天如果开盘不损 对不对 我们用加权指数来看 开盘开在这边 你盘中下杀 你如果要砍 你开盘不砍 盘中下杀 你又砍到最低点 又拉一个上影线 你不是多赔的 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 盘后 礼拜四盘后 看到战情监控 已经来到 快要8成了 隔天要跳水 破古泰的第2个关键价位 开盘直接砍 不用看了 好不好 你还在那边 12万开地走高 你还在那边 12万开地走高 啊你开盘不砍 盘中下杀 最低破哪里 最低破 快要破16300了 对不对 贵马 盘中下杀 也快要破这边了 194 对不对 你开盘不砍 砍在盘中最低点 尾盘 又拉个下影线 你不是多赔的吗 你何必勒 开盘看到破线就砍了 管他那么多干嘛 大家懂事吗 古泰开盘就砍了 小水一点点 对不对 小水一点点 所以呢 市场战情监控图 反正市场上你也看不到 那你就算之后有看到类似的 那也是抄袭古泰的 那基本上我有跟大家讲 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很好用 大家不要觉得说你是做台子的 做棋子的这张图你不会用到 我跟他保证你一定用得到 台子棋 我们每天每次结算 不论周节或月节 最终他一定要回归加权指数嘛 啊加权指数的组成是用谁当平均 所有上市股票的加权平均嘛 所以你觉得这张图跟你打台子棋无关吗 你会不会想太多啊 所以呢 再跟大家讲一次 市场战情监控图 我不论你信不信啊 反正他就是很好用 他就是很好用 每次股票 你只要看到 逢8 快要逢8逢9的时候 你自己要小心 这边可能上涨 没比他还会涨 可是再涨也不多了 时日无多了 而且你 你会发觉有几次观察下来 每次 只要一碰8 或者是碰8点多 或碰9 隔天瞬间反转 通常时效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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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顶多三天内 让他撑你一下 大概三天内就会下跌了啦 就会 就会下跌了 而且这个下跌通常是让你措手不及的 所以呢 你如果传统 你按照五日线在操作的朋友 或者是你按照 比如说按照十日线 按照月线在操作的朋友 你可以搭配这一张 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 你可以很容易 必出在比五日线 更好的尊贵 点位 我们不要讲尊严啦 尊贵 用尊贵来形容 用尊贵来形容 那你如果是 五日线破了 我们叫尊严嘛 你或是十日线破了 我们叫尊严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用尊贵 我们现在用尊贵 所以呢 战情监控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礼拜四的图 礼拜五有没有跳水给你看 对不对 反正你也爱心不幸随便你 好不好 你爱心不幸随便你 懂的人 古代这一集我有跟大家讲啦 就讲两个价位 两个价位 再搭配市场战情监控图 我又没有跟你讲 就算明天不跌 下礼拜一二还是照跌 有没有 还是照跌 所以呢 大家搞清楚重点 OK 这一张 这一张图就这样看啦 那今天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最后 最后 快速的带大家看过啦 这个是融资争检的别例 礼拜五的融资 长龙增加蛮多的 海运增加蛮多的 那其他的大家就看一下 台积电减了很多啦 礼拜五的台积电 台积电啊 我先跟大家讲啦 哈哈 好啦 今年啊 这个这个我们下礼拜说好了 这个下礼拜再说 下礼拜刚好 课堂说 课堂说 诶 这个 好 然后再来 龙券 龙券的部分 这个大家参考参考 这个部分大家参考参考 后面这个数字啊 融资跟龙券后面这个数字是益喔 是益喔 是钱喔 是钱喔 他是益喔 那个单位要搞清楚 那借券卖出的余额呢 大家就看一下啦 目前这个 这个部分大家就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3006金豪科是 外资是在空什么 金豪科 对啊 那空成这样是在空什么 哈哈 这个大家自己小心啦 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 就自己要小心 要自己要小心 联电 联电 上次看是不是78万 现在已经来到80万了 他继续空了 继续空了 继续加空了 继续加空了 自己要小心了 我先跟大家讲 好啦 那周接券卖出的 就这些啦 大家就看一下 看一下 这礼拜 周接券卖出的一个 股票啊 大家就自己参考参考 然后再来 离月线 离继线 离连线 然后这是大户投扫货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连续两个礼拜喔 古泰的程式码都没有改喔 你看喔 而且这礼拜更少 这礼拜大户投扫货的更少 这个是散户欢乐买的喔 这个是散户欢乐买的喔 你看这里的档数这么多啦 古泰好像那时候抓60 还是80 我忘记了 然后你看喔 有没有发觉 那个密密麻麻的程度有差 这个礼拜大户也没有什么扫货 不敢扫货 他也不敢扫啊 所以呢 聪明一点 好不好 聪明一点 大户也是会等止跌 才会抄底进场的 然后不要急 不要急 好不好 不要急 上礼拜喊利空出境的 这礼拜都不敢讲话 这礼拜都不敢讲话 所以呢 所以呢 有时候 其实 不要看太满啦 古泰也有跟大家讲 太危险的打法 太阴 也不用说 不是说阴险啦 我们说危险 而且那个是手术很快 太财流机会做得到的 古泰都不会在YT 很光明 就是 很 反正太危险的东西 因为 我们毕竟还是要做到一个 YT的一个 职责啦 基本上 太危险的东西 古泰基本上是不会在YT分享 或者是太 危险的打法 古泰也不会在YT分享 古泰也不会在YT分享 有蛮多可能就是小白的嘛 我们还是一样啊 要 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古泰创立这个频道的宗旨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大赚小赔 你躲过危险 你躲过危险 所以 太危险的东西 古泰基本上不会跟你讲 太危险的打法 铤而走险走钢丝走钢索的打法 我也不会跟你讲 我也不会跟你讲 因为 太多 小白了 或者是 你平常是上班族 你也没有控钉盘 啊你如果 乱做 或者是刚好 听哪一个节目 听哪一个YT 然后勒 人家说可以怎样 或干嘛之类的 可是 如果那个是很危险的打法的时候 你又跟着进场 不论做多还是做空 你又跟着进场的时候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哇靠 有时候 你光做错一次 你可能就真的倾家荡产 你可能就真的倾家荡产 所以 古泰有跟大家讲 我宁愿 宁愿干嘛 我宁愿叫你等 我宁愿等 我宁愿等 上礼拜喊利空出境了 礼拜五都不敢讲话 礼拜五都不敢讲话 下礼拜如果破底 上礼拜喊的那些人都不见 所以 这市场真的有多有空啦 那 你要赌那一根吗 古泰有跟他讲 我自己坦白说 我真的没有做到那一根 我也很 笃定的跟他讲 那一根 那一根反弹 道琼1000点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做到 我没有做到 所以勒 隔天不就跌回来了吗 你趋势 我 我还是跟大家讲 还是反弹格局嘛 还是反弹格局 所以 太危险的打法 原谅 古泰 我没有办法在YT很公开的跟他讲 因为 我们还是要顾虑到 有一些是上班族 有一些是小支族 有一些是 真的完全不懂的 那 你盲目的乱讲 盲目的 乱拆 反而会害了大家 所以 古泰有跟大家讲 古泰看不懂 太 太危险的盘 古泰 近于一个 当一个YT的职者 还有古泰的初衷 我基本上是不会乱分享 我也不会乱讲 所以呢 我们就举创委来讲 很多股票都这样 很多股票都这样 所以 坦白说 你要怎么办 上礼拜就讲反弹的 上礼拜去赌利空出境的 礼拜五都开心不起来 如果下礼拜又跳水 你不是GG了 你不是GG了 对不对 你原本期待一个利空 出境上涨的盘 结果下礼拜破底 你等于是干嘛 今天买进明天停损 所以呢 大家 一样啦 古泰 太危险的东西 我不会在YT讲 好 那 古泰也有跟大家讲 盘天天都开 你就等他指稳 你在进场就好了 对不对 其他没有事的 没有好时机的 你就干嘛 就不要看盘了嘛 对不对 有好时机再来做嘛 你就认真工作 不然就是干嘛 缩手 然后勒 把自己的基本功练习好 打好嘛 再来进场 也都不迟嘛 如果今年下半年走中航空 你现在做多 根本就是早死 好不好 你现在做多根本就是早死 这一路以来 从一月份 大家要没有发觉 从一月份以来 几乎都下行趋势啊 你是要跟我讲什么 一月份以来 是不是都一路下行 一路下行嘛 你做多 好啦 让你转一下下 你没有跑掉了 又全部吐回去了 对不对 又全部吐回去了 所以呢 反正大家特别留意啦 特别留意啦 反正 进于一个YT的职责 古代 基本上太危险的打法 我不会跟你讲 那 基本上是用拆的 或干嘛之类的 我也不会跟你讲 古代 有看到什么东西 有觉得有危险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OK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好不好 所以大乌偷少 你看人家也不敢压 对不对 谁敢压 而且 大家去看一下 这买的股票 也没有 也没有几档是 也没有几档是大家常在操作的 有没有 也没有几档啊 也没有几档是大家常见的 所以呢 这边其实大乌 其实人家也知道 对不对 就是下礼拜 5月9号 普丁说什么 再来讲嘛 说不定明天都一颗核弹倒过去了 呵 大家懂得也是吗 所以 反正 出手不要紧 好不好 出手不要紧 好啦 大家就这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最后 今天录了一个小时又20分 那主要也是苦口婆心 那下礼拜 我们 综合来看一下 综合来看一下 然后搭配那个牵丝 搭配那个牵丝 我先跟大家讲啊 TD区259 TD区259 然后这边 TD区是193 那台子旗TD区242 259 好 给大家一个 下周的盘呢 原则上 如果有比较大的动荡 我古代就做个总结了 原则上有比较大的动荡 包括美股 其实大概 礼拜12 123 大概123 大概下礼拜123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大概下礼拜123 其实 目前 看起来的 最大利空 应该是 5月9号了 5月9号我们不知道普听会看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 如果真的要在诱发下跌的因素 大概就5月9号 好 然后呢 再来 就是礼拜 三 礼拜三 我们看一下事件 再来应该就是 刚刚看的 刚刚看的礼拜三 刚刚看的礼拜三的一个 CPI 原则上 大概 没意外的话 5月9号 明天会是短线 短线可能 唯一 能够在诱发下跌的因素之一 大概就5月9号 好 那另外就是 4月份的CPI 好跟PBI的部分 好所以大家 礼拜三礼拜四 原则上 下周有底点的话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礼拜 礼拜一啦 或者是 礼拜 三 好 大概是 13 大概是 那 原则上大概就是 在这边了 因为 再下去 再来就没时间跌了 因为 你大概在 因为目前跌 其实也大概 你用重波浪的角度 也大概跌到这边 所以 原则上下周 低点可能 没比 短线到的低点 大概就在下周的礼拜 然后 又刚好搭配520 所以 这礼拜假设有先跌 那 应该520那边有机会 谈 记得是谈 他不是走回医生 他是谈 所以呢 其实大概就这样 那 齐王也 牵师 其实也大概是讲这样 所以 原则上 礼拜一啦 礼拜一跟 三 13 13 基本上应该是会比较 动荡一点 如果有低的话 应该会是在这礼拜 那 20号之前 你也不用想他会拉太多啦 基本上 如果有拉应该会是在下下礼拜 16号这个礼拜 应该是16号这个礼拜 所以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 那牵师也是这样看 牵师也是这样看 所以 差不多啦 其实古泰昨天抽完就觉得 靠 这个牵师好像有点准 哈哈哈 心里感觉啦 古泰 就是 玄学 拜拜拜了那么久了 都有一点 你说有感应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 他就是一个 第六感 OK 反正就是这样啦 所以原则上下礼拜有低点的话 应该 就 一 一或礼拜三 一或礼拜三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那 好啦就这样好不好 所以下礼拜 大概 下礼拜 会比较 倾向于这边 可能低点 然后附近 在那边盘盘盘盘盘盘盘 那你如果要等到有拉台的话 可能 4 诶 是应该还好 可能5 或者是到下礼拜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 留意一下 因为以整个美股来看 以整个美股道琼来看 其实也差不多在这边 也差不多在这边 如果是我 我会下去拉个破底再上来 所以 反正下礼拜 其实美股都蛮关键的 美股其实都已经逼到零界点 台股也快要逼近零界点 所以 如果礼拜一啦 我觉得现在能够再诱发下跌的因素 就只有普丁了 就只有普丁而已 那你说CCI跟BBI 其实FOMC会议刚公布而已 对不对 会议纪录刚公布生粮嘛 短线上这个CPI跟BBI我觉得要影响也不大 因为 那个 接下来就是6月的事情了 我记得是6月吧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上一次 说的那个 对不对 接下来是6月的事情了 所以 6月再讲嘛 对不对 所以 短线上我觉得 12 12 可能 诱发下跌的因素大概就 礼拜一啊 就是普丁了 你说CPI跟BBI公布之后会怎样吗 对不对 下一次开会的那个是6月的事情 6月再说嘛 所以 基本上 可能比较影响了 我觉得大概就礼拜一礼拜了 所以下礼拜 统整完啊 我们看完整个统整完 大概下礼拜一二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没比短线的低点大概就在这边 那 礼拜三礼拜四的CPI跟BBI公布之后你说会怎样吗 其实我觉得 也还好 因为 下一次是6月才开啊 对不对 所以 基本上 顶多可能 再正一下 顶多可能 maybe34再正一下 那 搭配的 520行情 我先跟他讲 这次520行情 可能政府也不会 我们说黑手啦 黑手也不会太 拉的太 太干嘛之类的 因为全球股市是这样 我干嘛浪费子弹 对不对 全球股市都这样 我不用浪费子弹 所以 基本上 顶多可能 maybe小潭 让大家 诶 觉得 觉得 我们有在乎 这样 哈哈哈 觉得我们有在乎 这样 啊 所以呢 大概下礼拜 还是一样啦 可是这边 贵买指数 啊 这边有留了一个伏笔 上礼拜三大指数全破嘛 可是呢 贵买指数有留了一个伏笔 他第2个 他第2个 防守点位他是有 站上去的 所以呢 就一个短线的角度而言 就一个短线的角度而言 下礼拜 可能低点无多 先跟大家讲 下礼拜可能低点无多 啊 那 如果真的有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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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下杀 应该就是 明天 普丁不知道干嘛啦 不然其实 有可能低点无多了啦 有可能低点无多了 好 今天就大家分享到这边啊 今天录得有点长 那前面 前面半个小时 主要是讲千诗啦 大家可以跳过 哈哈哈 大家可以跳过 OK 好啦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 大家接下来 操作顺利 那也预祝 今天 天极下所有的 爸爸妈妈 都能跟我们 母亲节快乐 好 那 统整最后一句话 反正下礼拜 大概一二啦 现在唯一有比较大的利空 大概就是普丁了啦 全市场 那个末日飞机 对不对 这个 搬出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下礼拜 全球股市会怎么反应 末日飞机都出来了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下礼拜一 就开盘全面跳水 也是有机会啊 可是这边跳水之后 有没有去 有没有必要在 有没有必要在杀低 这是一个很 很两难的问题啊 他如果真的要倒 打什么 真的开启核武 那那这个基本上就会跌不休啊 可是如果说只是一个示威性的作用 对不对 或者是他有宣布说 就胜利了 然后就他就不打了 我干嘛 确实这边是有机会利 利空 就唯一剩下的最后利空 大概就这个了 利空解除了 基本上 见地下杀之后 就如同 古泰 之前跟大家讲的 大概520前 应该有机会是拉 拉一下 那刚好 齐王爷的牵师 也刚好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边 综合起来 解读的话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边了 祝大家接下来操作顺利 打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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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